2017年元旦前后 忍者在手机上开了一个美股账户 买了一些入门级别的ETF基金 过去一年我还陆续介绍了几个亲戚朋友买美股 无一例外都小赚了一笔 其实这不是忍者的本事 而是过去一年美国股市表现很好 如果失去买基金的话不太容易亏钱 之前忍者做过一期介绍什么是经济的本事 经济周期的视频 里面有讲在经济上升期买股票不太需要技术 反之再好的公司在经济紧缩期也难逃下跌的命运 所以2018年要不要继续投资美股 和美国的经济周期运行到了什么地方有密切关系 让我们先看看好消息 他们都是宏观层面的 美国经济从09年开始复苏 已经连续103个月增长 不仅如此 2018年初从美国到欧洲 从中国到印度再到巴西 世界主要的经济体都处于增长期 大家期待着良性循环的出现 没有人在谈论经济衰退的问题 这一轮美国经济的复苏时间不仅长 速度相对缓慢 有一种小心翼翼的感觉 直到川普上任 美国固定资产投资才有明显增长 这说明经济复苏不是靠新的投资泡沫拉动 相对靠谱 美国的失业率 通货膨胀以及美元利率也都处于历史低位 最后 股市投资人的心理相对来说还比较健康 至少和虚拟货币市场的投资人相比 是相当理性的 那么没有那么好的消息又是什么呢 他们大多都来自于价值和历史规律方面 首先经济周期是客观规律 103个月的经济增长在历史上已经算长 如果未来18个月 美国经济依然不出现衰退 它将是1850年后 美国最长时间的一次经济增长期 创纪录的增长有没有可能发生 当然有 可能性呢 从统计学角度说应该不高 第二 上市公司的利率远远高于历史平均水平 长期来说 公司利润率是会回归平均线的 几乎所有衡量资产价值的参数 此刻都在历史的峰值 巴菲特喜欢用的股市市值与GDP的比例 价格与营业额比例 债券回报率 私募交易股值的倍数 还是房地产回报率等等 都指出资产价格处于历史峰值 换句话说 现在资产的性价比处于历史最低 面对这些指标 2018年继续看好美国股市 似乎需要一种至此不同的信念 虽然我们很难说 美国经济周期是否已经上升到了顶点 是否会在未来的一两年出现下滑 不过金融危机以来 标普500指数已经上涨了四倍 平均的市盈率也从不到15 上涨到了27 很明显 标普要再翻一翻的难度大了很多 傻瓜都能赚钱的时间 可能已经不多了 感谢收看忍者ATM 逆向思维的理财短视频 我们每周一晚上推送 欢迎在微博、微信、头条 或者YouTube上搜索并关注忍者ATM